美高篮球一周钥匙盘点大家好我是Terry 近期美高赛场上精彩赛事不断 首先小皇帝詹姆斯次子 四星高中生布莱斯所在的萨拉小谷高中 面对南加州排名第一的圣母高中 在第四节最多落后17分的情况下 打出32比9的超级攻势 在比赛之后两分钟 逼迫对手出现7次15 最终以81比75战胜强敌 圣母高中核心 说唱歌手MasterPitt小儿子Marce Miller空卡28分 萨拉小谷这边 蝙蝠侠皮棚之子 乔丹继孙Chesty Pippen砍下全队最高的18分 外加4篮板8中攻4抢转的数据 这位上赛季还属于打枪游角色 本赛季全美进步最快的球员 虽然刚刚在247体育上被挂上四星 但其实力仍然被一定程度的低估 超级新二代Brice替补出场拿到8分 虽然追分时刻Brice不在场上 但塞拉小谷如果少了他这8分 将会以2分落败 从这个方面看他的得分至关重要 而在关键时刻扛着球队前进的则是两位前锋 贡献12分11篮板4主攻的Brice Kofiert 和承诺阿肯色大学的Aziah Elohim 他砍下了18分3篮板的数据 这位二四届四星高中生的商誉回归 明显提升了塞拉小谷的整体战力 这场疯狂的比赛之后 塞拉小谷取得了19连胜 赛季战绩来到了24胜一赋 他们不仅终结了圣母高中的30连胜 还在本周首次冲进全美前25名 同时这场胜利还让塞拉小谷成为了 接下来MISSION联盟锦标赛的头号种子球队 也极有可能成为加州南区的一号种子球队 除了塞拉小谷之外 拥有24届全美第一 最强白人高中生 Coop Flag的最强篮球玉校 Montevered Academy 以78比72战胜了全美排名第三的篮球玉校 Prolific Prime 或者拥有25届全美第一高中生 HD Bonsa 和26届全美第一高中生 Terry Estox 此意Coop Flag手感不佳 全场16投6中 3分球5投1中 罚球6罚4中 但仍然有17分9篮板 4助攻3封盖3抢断的全能表现 Montevered对中表现最好的是 承诺印第安大大学的神射手 Lim McLeany 曾全场11投7中 3分球4投3中 罚球2罚2中 看见19分2篮板 Prolific这边 AJ Dibonsa 15投7中 3分球6投2中 罚球2罚2中 共浅18分4篮板4助攻 同时出现6次15 暴力小钱Terry Estox 9投5中 3分4投2中 罚球6罚5中 看见17分3篮板的数据 他在球场上极具爆发力的打法 让人很难相信 这只是一名高二生 赛后Montevered本赛季的战绩 来到了22成0负 将MAIT冠军奖杯收入囊中 此外 全美排名第6的长岛路德 以74比58击败1个2学院 承诺贝勒大学的五星高中生 VJHKAM 共下21分4篮板2助攻3抢断 本赛季进一步飞速的 瓜哥之子小甜瓜 也表现不俗 得到17分3篮板4助攻2封盖的数据 这位纽约地区排名第一的球手 受到了多家D1顶级强效的镜像追逐 他已经正式造访过雪城大学和弗瑞达州里 并有计划造访伊迪安娜和米歇根 虽然人们普遍希望小甜瓜可以承诺雪城 继承其老爸的衣博 但小甜瓜表示 会做出对自己未来最好的选择 他将会在3月7号生日那天 公布无所最后确定下来的目标大学 最后0号特工大将军阿瑞纳斯之子 2025届五星高中生阿莱加阿瑞纳斯 过去的一周继续乱杀 他在两场比赛中分别砍下51分和31分 这位高尔森本赛季的场军得分为35分 大将军之前在节目中分享了 儿子平时是怎么训练的 早晨5点半起床 先练半小时运球 然后是300到400次投篮训练 接着去上学 下课后先是力量训练 然后再投篮再运球 一天星辰满满 每高篮球圈就是卷到这个程度 兄弟们这本期视频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